歡迎來到健康養成機 我是Amber 在洗澡的時候 竟然發現肛門有小肉粒 哎呀 是痔瘡 要割了 還是應該怎麼做呢? 開講也有說 十男九智 十女十智 但是在醫學裡面就認為 人人也有機會有痔瘡的 一般來說 我們將痔瘡當作是一種病 但是在醫學的觀點來說 它其實好像是一種肛門的軟點 簡單來說 就是說肛門除了有活躍機之外 我們還需要有痔瘡這樣的一個軟點 去鎖肛門才不容易失禁 舉個例子 像我們的水壺 如果只是將它的蓋子擁緊 其實也是容易漏水的 但是如果說 在一個壺蓋邊緣 加個膠圈的話 它就會變得比較緊密 而一般痔瘡就分為 內致、外致、還有混合致 而容易有痔瘡的位置 是在肛門的3點和7點 還有11點的方向這些地方會發生 所以如果痔瘡不是很痛、很嚴重的話 通常醫生會要你改變生活作息 或者是塗一下藥膏作為舒緩 但是如果一定要開刀做手術 知名的外科醫生江坤俊也警告 千萬不要把剛剛說的3點、7點和11點方向的痔瘡 通通切除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痔瘡廣告 它都會有一句廣告說 開刀之後不會再復發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手術的方法 是把痔瘡下面的靜脈蟲 全部都撤除了 就是說 鎖緊肛門這部分軟點功能 在開刀之後就會完全喪失 所以在同一個位置 它當然不會復發 不過如果你的生活作息還是不變 那它就會在另一個地方的痔瘡又開始產生 所以如果你把肛門那裡的3點、7點和11點中 這3個地方的軟點 全部都撤除了的話 你的肛門只是靠潑藥機 是鎖不住肛門的 另外呢 我們現在也看到很多坊間標榜說 毛痛割痔瘡 是不是真的做了手術之後 就真的不痛呢?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透露說 其實葛元還是很痛的 有生不如死的感覺 所以他說 重新給它選擇的話 他覺得不如讓它吧 這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呢?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這集節目 當然要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歡迎詠生中醫診所的吳建東醫師 吳醫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痔瘡這個真是每一個人 可能一生都會碰到一次 更多次的這樣的切身問題 那我們大家都已經認識到 它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腸胃 蠔動得不好 然後造成這個大便很硬 所以去廁所的時候 會磨擦肛門造成痔瘡 我最近還看到一個廣告就是 它竟然是用這個治療症脈回流 症脈曲張這樣的藥來醫治癡 所以想要問一下醫生就是 在中醫方面來說 痔瘡它是否只是腸胃度的問題 因為也有一些其他問題 造成痔瘡病症發生 是 那個就中醫來說 痔瘡會發生 主要也是因為腸胃度不好 那為什麼會發生 是因為它的循環差的關係 是 腸胃的循環差 是 腸胃的循環差 在肛門附近的血管是很複雜 很細緻 很密的樣子 如果說那個地方的血管塞住了 它回流變差 所以它血液會持續地 令它的血管膨脹起來 膨脹出來到你摸得到 就變成了是痔瘡 那中醫師有沒有什麼症候 來看這個痔瘡發生的原因 有的有的 剛剛提到因為肛門的循環差 產生痔瘡 所以 循環不好的血液狀況 是痔瘡最顯而易見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些是比較 偏深部的體質 比如說 它比較 偏火氣大 或者是氣滯 氣血不順 或者是本來腸胃就比較虛弱 它就會容易口乾蝕燥 大便比較肝硬 容易流汗 容易生氣 比較偏向火氣大的這種熱鼻 那如果說比較 偏向氣不順的話 或者我們說的肝氣鬱結 或者肝氣鬱滯 它都可能會悶悶不落 心情不好 那可能不想動 腸胃愚動不好 腸胃脹氣的狀況會容易出現 那如果說比較偏向氣血去的話 我們說虛鼻的話 它可能就會容易疲倦 胃口不好 不想吃東西 那吃東西的時候就容易拉肚子 所以便秘會容易產生痔瘡 是不是 因為它太硬 會容易摩擦肝瘡 沒錯 那如果它循環沒有什麼不好的話 它其實就算大便硬 也沒有關係 那相反來說 如果說它偏氣血去腸胃虛弱的話 經常拉肚子也會產生痔瘡 蛤? 經常肚舌也會生痔瘡? 是 因為那個肛門在這裡 我們一直在拉肚子的話 那個糞便一直是經過肛門口 沒錯 一直摩擦 或者是一些腸液灰 消化我們肛門附近的黏膜 去刺激過度的話 它會發炎 然後發炎之後 也有可能會產生痔瘡 是 所以剛剛醫生你提到 最常見就是血液循環不好 那什麼生活習慣會造成 是不是不動的人呢? 比如說工程師一天要坐8個小時 或者12個小時呢? 工程師經常在中醫的例子裡出現的 我們這邊附近的是外貨 很多工程師在這裡的 所以剛剛說到一個火氣大 是不是就是和吃東西很有關係呢? 對 如果你經常吃一些粗熱的東西 辣椒、麻辣鍋 反正就是太多刺激的東西了 有些人吃了隔天就拉圖子 是不是? 那代表說對腸胃的刺激過多 那腸胃刺激過多的話 它就會發炎 然後發炎的話 那個循環會比較旺盛 對不對? 那之後如果這個循環旺盛 它沒有解決的話 過多的血液就會留在那個地方 那那個血管就會膨脹起來 很容易會有痔瘡的現象出現 所以中醫是有不同的方法來處理他們的腸胃度問題 對 中醫對腸胃度相當的重視 因為腸胃度在中醫是屬於脾胃的系統 它是屬於後天之本 所以如果說你的體質沒有調校好的話 我們多半會考慮從後天過去調校 所以大便的好和不好 在中醫來說是非常重視的 就好像看一條舌頭一樣 是的 我們每次都會看看舌頭 我們每次都會問大便 每次都問到 我們希望比較健康的大便 然後最好一兩天就一次 當然每天都有更加好 然後好像香蕉狀一樣還可以 如果上面有一顆一顆的狀況就不好了 那麼一折一折的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偏散或者是好像水一樣就不好了 所以剛剛我們所說過硬的好像粒狀的大便 或者是好像水狀的大便 那種我覺得都可能會導致這個痔瘡的發生 是的 那麼在治療方面 有什麼不同的治療方法呢? 是的 如果說是痔瘡已經發生了的話 那個就會有一些血雨的徵兆出現 我們當然要改善這個循環 有一些促進循環的用藥 好像血虎續雨湯、消腹續雨湯 這些可能會考慮用到 但是如果它的症狀還不是很嚴重的話 比如說剛剛有些火器的問題 會優先考慮處理腸胃的積熱 就是腸胃火器大的問題 令大便向順 那如果說比較偏向氣滯的話 肝屈氣滯的話 我們會令它疏肝解屈 令它氣血順 心情好一些 痔瘡也比較不容易發生 這個也有藥可以令心情好的嗎? 我們有一些藥是那個患者用了之後 心情變得好很多 這個中醫在調理情緒的部分 它是屬於內陰的一種 屬於七情的一種 是中醫很重要的一個病因 剛剛還有一個虛的部分 是以調理什麼呢? 那就需要補腸胃的那個氣 我們說補皮氣或者補胃氣 令腸胃的功能比較好一些 消化運作比較好一些 痔瘡也比較不容易發生 但是通常來看醫生的 都已經是有痔瘡的困擾了 所以我經常聽到別人說的就是 痔瘡 反正就是肝門那裡摸起來 有一顆 這個中醫醫不醫到呢? 可以 可以 有一顆都可以醫 沒錯 那個只是一小顆的話 有僵硬的話 我們大概會用一些促進循環的方式 令到循環機能改善的方式 那一顆其實是循環不好 導致那邊血雨或者有些組織的增生 那邊循環改善的話 它就可以慢慢消化了 咦?聽起來有一些神奇 就是說 你只要感覺到有一顆了 其實隨時來找中醫師 因為它有一段時間了 你都可以來找中醫師 它也是有機會沒有了的 是 其實它的痔瘡 不是看它的時間的長短 而是要看它的症狀嚴重度 好像你剛剛提到那個症狀 它是算做比較輕微的 是啊 因為有些人還說 我對得要自己塞進去 還是要怎麼做 塞進去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說摸到一顆的話 它多半就是屬於外治 在肛門外面的 那如果說掉了出來的話 那是屬於內治 是從裡面掉了出來 那大概是二級以上的內治 當然塞回去是有需要 沒錯 那塞回去以後 當然我們是要避免它掉出來 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 補皮胃之氣 然後令它的循環改善 這個也會有幫助 嘩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幾多人困擾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問過一下我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 可能一拖就是一年半載 所以其實一年半載一粒的東西 靠中醫也是有辦法去做調理的 是 可以令它消失 是 這個不一定的 要看每一個人的狀況意定 如果他說生活作息 或者是飲食一直都不好的話 可能要兩三個月之類 兩三個月都幾快 沒錯 如果說他能夠配合調整生活作息 調整飲食的話 一兩個月應該差不多 哦 是啊 如果說生活作息就是一樣不調整 一樣不運動的話 那還是一樣會繼續增加 這樣應該說就算是好了 不過也還有可能會復發 所以我們在例如說 嗯 平日的保健方面 例如說 是不是去廁所也有一定的姿勢 會比較好去做排便呢 沒錯 有關痣瘡的部分 肛門的保健非常之重要 是啊 我們想聽一下怎麼保健 剛剛說排便一定要正常 是不是 我們排便已經正常以後 我們來注意肛門的保健 那當然建議大家上廁所 不要蹲得太久 不可以如此打遊戲機 玩手機 看書 因為你在這邊做排便 基本上我們的腹壓會增加 腹壓增加 那肛門的壓力也會增大 那你壓力太大太久的話 容易造成一些痔瘡的機會產生 嗯 但是有時候說 要培養去廁所的情緒 是啊 這樣就是說不要在馬桶上培養 就對了 你可以先培養到有便意才再去 而且我們那個大便通過肛門的時候 通常會留了一些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那留一些在這個地方 它會刺激我們的肛門 也容易令肛門有一些慢性發炎 會產生那個痔瘡的機會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拆皮股就是這樣 還有一點 建議大家排便之後用洗的 噢 用水洗 對 不要用拆的 因為你用拆的時候 我們那個衛生紙通常都有點躁躁 所以它很容易刮傷我們肛門的皮膚 用洗對於肛門的刺激會比較少 會比較溫和一些 你洗完之後 再用衛生紙把它抹乾就可以了 建議大家每天都要固定的時間去排便 比如說我覺得最好的時間應該是早餐之後 因為我們經過一天一夜的休息 我們腸胃度都會持續地蠕動 會將我們的大便移到 比如說 移臟結腸或者直腸那個地方 一直準備出肛門 那麼我們早上起床的時候 開始吃東西的時候 腸胃就會開始蠕動的時候 已經擺在那邊準備出門的大便 它就會比較好好的排出去 醫生我這裡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早餐吃完之後 現在其實很多人是不吃早餐 或者是來不及吃早餐的 所以這樣是不是在中醫養生方面 其實也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可能要吃早餐 或者幾點吃早餐 或者上午起床應該做什麼 可以幫助順利排便 是 有一個說法叫做十二時辰養生法 它建議大家在早上 神時的時候應該是七點到九點 那個時候進食 那個時候排便 但是我的觀點 每個人的生理時鐘都不一樣 我們不需要強行 將自己的生理時鐘調成這樣的樣子 你找出你自己最佳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人習慣了七點鐘起床 有些人習慣十點起床 那總是會起床 想一下喝杯水 或者想吃點東西 那你就將那個第一餐 當做你的早餐 第一餐之後 可能腸胃就開始蠕動 那就會想去大便 哦 所以第一餐幫助遇到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是 喜歡說的是 說有節律 有節度 就是 說你的生活作息都很規律 規律 我覺得是比較正確的時間 還更加重要一些 是 那 姿勢 去廁所的姿勢 都有分別嗎 有差別 有差別 就排便這件事情來說 蹲的姿勢會比坐的姿勢健康很多 因為如果你是蹲的話 對於江門的負擔會比較少 對排便也會比較好 哦 我還以為蹲在那裡 是比較容易促進腸胃的餘動 是 容易促進腸胃的餘動 這也是江門的負擔比較少 會對排便好 時間比較短 哈哈 但是 因為我最近去美國 發現一個情況 可能是美國人比較肥大 所以他們的馬桶都特別高 我每次坐上去都覺得碰不到地 才能夠用腳尖在那裡搖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高度 好像非常不容易去廁所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有一個招式可以試一下 我們用一張椅子 將腳墊高 不用踩在馬桶上 因為這樣很危險 想要促進腸胃移動的話 是不是也有些穴道可以幫助 就是痔瘡 就是比較不容易發生呢 有的有的 我們也介紹兩個穴位 一個是我們最經常拿來 保養腸胃的穴位 叫做竹三里 是保皮胃的穴位 也是保氣的穴位 我們找的方法就是先找失蓋的下緣 然後把四隻手指頭放上去 那麼我們這個手指頭下緣這個地方 就差不多是三寸了 現在我們再找找我們 經骨外側的大概一寸的地方 也就是大概一個拇指的寬度 這個寬度 我們會找到那個肌肉最豐厚的地方 就是所謂竹三里 用手指按下也好 用原子筆的筆蓋去按也好 或者是找一個按摩器 這樣讓它游一游也好 還有另外一個穴位在哪裏呢 另一個穴位就比較私密一點 那我們就直接一點 我們的治療目的是治療痴瘡 是的 它的主字是江門 我們就找江門旁邊的一個穴位 叫做長強穴 江門旁邊的穴位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摸到我們的尾椎 我們尾椎最下面這個地方 再往裡面一點點 那個穴位就是長強穴 哦 是 你有時間可以在那邊多按摩一些 令它那邊的循環能夠得到改善 或者刺激一下那邊的肌肉 令肌肉有手微收縮一下 對於那裡的健康 或者對那邊的循環能夠改善 當然如果平時運動的話 提缸是可以多練一些 哦 提缸也要多練 都是幫助痔瘡的 哦 哦 所以其實幫助痔瘡循環 骨盆底肌的訓練也是挺重要的 是的很重要 嗯 接下來 我們要練習更多的運動 能夠令痔瘡可以快點好回來 痔瘡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江門這個部位的靜脈循環不暢順造成的 所以怎樣加強江門附近的肌肉力量 幫助他的血液循環 這就是我們今天健康養成的一個重點 其實會用到的肌肉 就是我們的核心肌群裡面之前說的 這個骨盆底肌 像今天說的提缸 或者練習海格爾運動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 就是教的有關 漏料這個影片 裡面我們提供給大家 五種不同變化型的海格爾運動 如果像今天醫生說的 就是說 其實像這樣的動作 也有辦法去練到 江門附近的肌肉的話 其實這樣的運動 在運動裡面來說 它其實就叫做一個寬教練運動 所以今天我要來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 在家裡你就可以做到的 這個寬教練運動 寬教練就是 這樣的動作就是寬教練 它有幾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其實是寬步 要向後推 一直推到沒辦法再推 就是屬於寬教練的運動 在推的過程當中請大家注意 請你的上背要保持挺胸 就是保持你的頭背和你的屁股 其實這三點是要保持直的 不可以駝背 也不可以太過這樣向前彎 在這裡就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在彎下來的時候 膝頭其實不要彎曲 膝頭是輕微放鬆的 它不鎖死但是不要彎曲 因為你在做寬教練的時候 膝頭又彎曲 其實這樣已經變成有點恥心盡了 我們每天大概重複十下 如果大家覺得有幫助的話 就記得把影片傳給有需要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